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事中的老者沉默了好一会儿 忽然啊 这家伙冲着空无一人的地方莫名其妙的开口了 你看你师妹所讲是真是假呀 真是原因后期老家伙抓走的灵鹰吗 要知道那种等级的修饰 怎么可能让云之丫头侥幸逃脱掉呢 老者的声音中不带丝毫的感情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他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 师伯 刚才我用秘书 稍微感应了一下韩师妹的心许 虽说不上完全正常 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平稳安定的 只是在说到逃脱那一段的时候 心中他才有一些混乱 所以我估计隐瞒的部分 多半啊就和此有关 随着老者的询问 时事中人影一闪 竟走出了一名浓眉大眼的中年人出来 恭敬的冲老者说道 哼 我想也是如此 要不是他是韩师弟的后人 我怎么会如此轻易的放他离去 说不定就要动用搜魂之术 看看他到底隐瞒了什么 哎 现在咱们是不看僧面看佛面 碍于韩师弟的这层关系 这种伤害神识的歹毒手法 还是不能随便的用在他的身上 毕竟韩师弟就他这一个后人 平常可是喜爱的要命啊 甚至为了让此女结丹 夫妻大号元气的施展逆天大法 替其喜随意惊 既然他隐瞒的也不是重要关键的东西 我也就懒得再追究下去了 而智慕灵鹰落在了那些老家伙手上 才真的麻烦了 好在这次丢失的是智慕灵鹰 其他两个灵鹰都还安然存在 而智慕灵鹰我记得还有一个备用的 虽然说稍微差了一点 但姑且先陪呀看看吧 真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五行灵鹰 齐聚的那一天呢 老者长吐了一口气 有些郁闷的说道 这五行灵鹰秘法 原本就是本宗失传多年的大神通之术啊 要不是师伯前些年无意中炼制出了智土灵鹰 恐怕本宗到现在还不能凑齐五行灵鹰呢 只要灵鹰全部准备完成 再施展秘术 让灵鹰和本门弟子融合一体 用不了多久 我们御灵宗就相当于凭空多出了五个元鹰旗修士 足可以和和欢宗一争魔道的魁首位置 不过这些修士虽然拥有元鹰修士神通 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元鹰修士的寿元 这倒是一件可惜的事情 至于那丢失的智木灵鹰 原本就是灵鹰中炼化最早最凶悍的一个 据说以前还曾经吞噬过本宗元鹰修士的元鹰 实在是暴虐异常难以驯服 这要是拿来合体的话 也很难成功的 丢失的话 反而是一件姓氏啊 你所说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智木灵鹰千余年前不知道什么机缘巧合 竟自行产生了神智 而且还偷偷前进我们御灵宗的藏金阁 偷窥了多本秘书功法 让其神通大增 一下子脱离了信志 要不是当时本宗正好有一位元鹰后期长老坐镇 一举施展大神通将其镇压下来 差点那就酿成大祸处了呀 不过就是这样 我估计若是能融合此灵鹰的话 恐怕那位合体弟子一举拥有元鹰争气神通 也不是不可能的 自然不愿意轻易舍去 说来也好笑 在融合灵鹰前 非但不能让五行灵鹰法力加深 反而必须不断的削弱灵鹰的修为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融合的时候 门内弟子元神不反而被 这灵鹰吞噬了 否则我何必冒险让人带着这目灵鹰去元物国的前金谷 承受金风习体呢 中年男子文言 想张口再劝说什么 但转念一想又面露苦笑不说了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p85.com 一个多月之后 韩力终于到了西国 回到了自己的洞府之内 这一下子 韩力大松一口气 向了姓柳的女子往静视中一放 就先看了一下子风处的穆佩玲 看到此女仍然在修炼闭关之中 她心中是大为满意 又分别去拜访了洛云宗的两位长老 好让对方知道她回来了呀 银发老者二人 一见韩力自然大为高兴 问了几句韩力这次出去的情况 韩力呢 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 只是说呀 在路上列了几名鬼灵门和魔艳门的结丹弟子 结果呢 这二位非但没有露出什么担心之色 反而大声的说好 看来这二人对上次正模两道 算计他们之事仍然记恨在心 特别是银发老者 当初为了活命 不得不施展一种保命的秘工 造成其现在仍然是元气大伤 还没有彻底的恢复 韩力这个举动 也算是替他们出了一口恶气 见此情形 韩力更加放心了 又聊了一会儿 韩力就告辞回到洞府中 在路上 他就开始思量 如何处置那位白衣大美女了 姓柳的女子在恍惚之中 慢悠悠的醒了过来 明眸刚一睁开 就看到一个脸孔几乎凑到了他脸上 不停惊骇的一下子坐了起来 并急忙退后树步 靠在了一堵石墙上 这个时候他才发现 这竟是一名二十来岁的娇媚少妇 冲其嫣然一笑 而他身处一个看似完全封闭的密室内 此地除了一块圆形的铺团之外 就别无他物 道友 醒过来了 没有事的话 随我去见主人吧 主人 他是谁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姓柳的 一时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 脑子里边还一片混乱至极 道友跟切身过气一看 不就知道了吗 啊 至于此地 这里是西国的云梦山 我想道友应该知道身在何处了吧 啊 音乐上下打量着此女高挑的身子 慢悠悠的说道 西国 云梦山 你们是天堂盟的人 这柳玉 只是略以思量 就立刻想出了对方的来历 不禁神色一变 大惊失色呀 哟 道友真是聪慧过人呢 这里啊 的确是天道盟 落云踪 姑娘呢 还是快些过去 我家主人呢 还在等着呢 音乐 眼波流动 不动声色的催促道 小女子也想见见这位前辈 麻烦道友在前边带路吧 她不是寻常的修士 竟然很快的恢复了正常 音乐 微微一笑 连不轻移的走出了近视 柳玉泽 莫不作声的紧随其后 片刻之后 两个人一前一后 到了大厅之内 杭丽正坐在石椅上 双目清澈的望着大厅中间 一个巨大的光照 里面正有一只灵兽 暴躁至极的 用头撞击着照臂 但使着图属性静致 纹丝不动 深黄色照臂 宛若磐石一般坚固啊 柳玉子戏一打零了灵兽 秀献此兽 体型宛若轻牛 背身灵甲 四提弹银 竟然是一只少见的铁西兽 这种灵兽吧 它虽然不是什么上古的异种 但也是修仙界难得一见的珍稀灵兽 好像刚被灭掉的元武的傅家 就有这么一只祖传的西兽 听说可以立敌 结单中期修士 而不落下风 这难道 这就是傅家的那只 要是这么说来 真是眼前之人灭了傅家满门 然后夺得此灵兽的 柳玉心里对韩丽的拉手 暗暗心惊啊 落在这样一位元英奇修士手里 您就别多想了 准确的告诉自己 那肯定是凶多吉少 不过 他也为韩丽的年纪 看起来如此年轻 而暗暗感到了一丝惊疑 毕竟南修士 他很少有人修炼 在助言功效的功法 进入了元英后 也基本上到了中年以后的模样 当然 这个中年 也是南修士 三四百岁时的正常模样 因为这境界越高啊 修仙者衰老的速度就越缓慢 所以在修仙界 一些老者称呼一些中年修士为 诗书 诗祖 这一点都不奇怪 这个时候 银月站在韩丽面前 上前肃然说道 主人 玉玲宗的道友 我已经带来了 嗯 好 你先下去吧 韩丽点点头 随意的说道 是 主人 银月知道自己变身不能持久 韩丽才特意这么说的 当即脸带笑意的悄然退下 柳玉不安的走到了韩丽面前 给韩丽轻盈的一拜 就露出了娇柔之色站在一旁 显得格外的乖巧连人 可是韩丽冷冷冷的扫了他一眼 就回头看向光照中的铁西兽 手指微弹 一道纤细电弧从指尖处喷射而出 直接穿透光照 激在了灵兽的身躯上 这铁西兽浑身电弧跳动 一声哀鸣之下 扑通一声 翻身栽倒 四体抽出个不停 无法站起身来 见到韩丽随手一击 将如此强大的灵兽轻易的击倒 柳玉的脸上也开始变颜变色了 但是他随即呢 又装出了若无其事的样子 只是韩丽神识微感应 听得很清楚 这个女人的心跳啊 比刚才快的那么一分 这个时候 韩丽目光才重新回到了白衣女子身上 平静地问道 道友叫什么名字呀 为什么无缘无故地跟踪我干什么 桂林门和摩雁门的修饰 找上我还很正常 你们御灵踪 我似乎没有招惹过吧 听到韩丽如此一说 柳玉一愣之下 神情变得有些不太自然 前辈禁锢了我们御灵宗的智慕灵英 小女子才不得不奉命追查前辈的行踪 若有冒犯之处 还望前辈不要和晚辈一般见识 小女子也只是奉命行事啊 这个女人很清楚 即使不说实话 以原因修饰的神通 足可以通过一些苏魂手段 强行得到想知道的东西 她可不想被弄得神识受损 变成白痴一般呢 智慕灵英 你说的是那个绿色的妖鹰吧 含了一皱眉 立刻想起了自己活捉的那个妖艺小人 有点诧异的说道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 这灵鹰啊 原本是我们御灵宗花费无数心血炼制出来的 对本宗非常重要 可是没想到这一次出了一点意外 就像他逃了出来 还被前辈禁锢住了 柳玉面带一丝苦笑解释着 炼制出来的 我还以为这东西是哪种妖灵话音呢 不过这小东西还真的很棘手 要不是碰上我 能对付他的修饰 恐怕还真的不多呀 寒厉目光闪动 冷冷的说道 柳玉文言呢 交融上似乎露出了一丝窘迫之色 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好在寒厉盯着他吹弹可破的脸蛋 若有所思的又问道 不过你们是怎么知道我擒住了灵鹰啊 并且这么快就追踪到了我 难道在灵鹰上做了什么手脚 要是那样的话 也应该忙不够我的神石才对呀 启禀前辈 晚辈没有在灵鹰上下什么追踪尽致 而是和另一位同门师姐 修炼了一种特殊的秘术 可以远距离的感应到这 智慕灵鹰的大概方位 所以这才被门中的师伯派出来追踪前辈的 当然这种感应是有一定距离限制的 超出太远 跑出十几万里的话 我和那位师姐也无计可施 这柳玉看起来啊 真的是一丝隐瞒之意都没有 不但将含离所问之事全部回答出来 甚至还主动讲了其他相关之事 含离听了微微点了点头 不管对方所说是真是假 对此女的识趣还是比较满意的 不过下面他问出了一句 让柳玉神色大变的话来 既然你们玉玲宗花费如此大心思 炼制这种什么啊 灵鹰 那他肯定有大用处了 能不能说给韩某听听啊 啊 韩律说完此话双眼一眯 眼露寒光的望着这个女人不再言语 柳玉那吹弹可破的小翘脸上 显出了一丝犹豫之色 但是眼睛一接触 韩律冰冷的眼神的时候 就吉零零的打了一个冷战 口中马上不再迟疑的说 哎呀 这芝麻灵鹰的确非同一般 可以和修炼过特殊功法的 木灵根修饰进行融合合体 不用自己凝结元鹰 就直接用灵鹰代替元鹰 从而可拥有了元鹰妻的修为和神通 尽管知道泄露了灵鹰的密室 回到玉林宗绝对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但是他更清楚 不说的话 你连现在这一关都过不去啊 这位貌似年轻的元鹰妻修士 绝不是怜香西域之辈 他呀 只能先顾眼前的安危再说了 至于回到玉林宗之后 如何向师门长辈交代 那就只有随机应变了 玉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三百九十三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